台湾省版《恩号房》的罪魁祸首 黄子角到底睡过多少女人 从小S到曾宝怡终于娶了孟耿如 她还不满足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和黄子角有关系的女人吧 1.小S 在1993年 一个青涩的15岁少女徐希弟与她的姐姐徐希元 以ASOS的组合名正式踏入了演艺圈的大门 她们以清新可爱的形象和独特的音乐风格赢得了大众的喜爱 很快便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大小S 随后的几年里 姐妹俩凭借几张精心制作的专辑 逐渐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而1996年对于小S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一年 她不仅成为了王牌节目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主持人 还在这档节目中 因为一件温暖的西装外套 与24岁的黄子角前辈擦出了爱的火花 当时 小S和黄子角一同参加户外演出 天气寒冷 黄子角绅士般地将自己的西装外套 披在了小S的身上 这个简单的举动 却在小S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她瞬间被这位温暖的前辈所吸引 回家后 小S向姐姐大S倾诉了自己的心情 大S则建议她在一张字条上写下 谢谢 二字并放在黄子角的西装口袋里还给她 这个小小的举动 却成为了两人情感发展的起点 小S开始对黄子角展开猛烈的追求 而黄子角也被这位年轻活泼的女孩所吸引 两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然而 这段恋情在一开始并不被人们看好 毕竟 两人都还年轻 而且小S的母亲也并不支持这段感情 据传 两人一度订婚 但最终因为家庭的反对 而未能成婚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出现了裂痕 而曾宝一的出现 更是成为了他们感情终结的导火索 尽管如此 小S依然保持着敢爱敢恨 敢说敢做的个性 她大方地承认了与黄子角的恋情 并毫不掩饰地表示 是自己主动追求的她 如今 虽然这段感情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但小S依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才华 在娱乐圈中意义生辉 二 曾宝一 黄子角与曾宝一的情感经历 可以说是一段既引人关注 又充满波折的往事 两人因共同主持节目而相识 并在频繁的互动中 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份友情逐渐转化为爱情 但他们的恋情 却饱受外界质疑和争议 在黄子角与小S的感情出现裂痕时 她与曾宝一的关系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面对绯闻 曾宝一多次在公开场合否认与黄子角的恋情 坚称她只是自己的好师兄 然而 在黄子角入围京中奖并与小S分手的节点上 两人的关系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黄子角在获奖后向小S提出了分手 而分手的原因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与曾宝一的绯闻 这一事件对小S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她一度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 而黄子角和曾宝一的恋情也因此 曝光在公众的视线下 背负了沉重的舆论压力 尽管两人一度达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他们的感情却并没有因此走向平稳 曾宝一的母亲 宝妈 王美华对黄子角并不满意 这也成为了两人感情发展的一个障碍 最终 在2001年 他们结束了这段感情 令人惋惜 这段情感经历对黄子角和曾宝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的事业都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而他们的感情也经历了从友情到爱情再到分手的曲折变化 虽然他们最终未能走到一起 但这段经历无疑成为了他们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部分 近期 黄子角身陷性遭风波 前女友曾宝一也站出来发声 对此 黄子角通过公司发表声明 表示将勇于承担面对对自己犯下的过错负起责任 而她的前女友曾宝一也在沉寂多日后打破沉默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唯有做个真诚的人 才会得到真的朋友 尽管未直接点名黄子角 但文中的 真诚 二字贯穿始终 引发了外界对于两人过去关系的诸多猜测 曾宝一在文中强调成为他人最想要的朋友 并呼吁真诚待人也真诚待己 这一表态 似乎也在暗示着对于娱乐圈中虚伪与真实的看法 以及对于过去感情的反思 三 Selena人家轩 2006年初 娱乐圈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 有媒体爆料称 知名艺人黄子角 与当时红极一时的 SHI组合成员Selena人家轩 同游日本 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令外界大跌眼镜 这一消息迅速在娱乐圈传开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 同年6月 黄子角和Selena的恋情似乎有了进一步的实锤 某周刊拍到了两人约会一下午的画面 当晚 Selena甚至打算开车前往黄子角家 但不幸的是 她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最终只能原路返回 这一事件让两人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引发了更多的猜测和讨论 当时 Selena与罗志祥的恋情传闻也甚嚣沉上 而罗志祥与蔡依林之间的亲密关系 更是让人津津乐道 这段所谓的四角关系 一直都没有得到当事人的正面回应 只是传言不断 据说 黄子角为了追求比自己小九岁的Selena 甚至将自己的车牌号换成了她的生日 可见她对Selena的用心之深 然而 Selena的人生经历却充满了波折 2010年 她不幸遭遇烧伤 这一事件对她的生活和事业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尽管如此 她依然坚强地面对生活 并在2011年与张成中结婚 然而 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 2016年 两人宣布离婚 而在Selena遭遇困境的同时 黄子角的感情生活也经历了新的变化 2009年 她主动曝光了自己的新恋情 对象是比自己小16岁的夏宇童 夏宇童是2008年 签约张小燕公司的新人歌手 与黄子角有着师兄妹的关系 黄子角表示 夏宇童有一种特殊的特质 让她与她在交流时完全感觉不到年龄的差距 然而 这段恋情并未得到夏宇童的公开认可 黄子角也坦诚这段恋情 见光死 没有后续的发展 后来 她透露是因为夏宇童的母亲和公司反对而分手 尽管如此 黄子角对待感情的态度依然坦诚和真实 让人佩服 4.孟耿如 2013年 黄子角的恋情再度引发公众关注 她的新女友是比她小19岁的孟耿如 孟耿如 这位1991年出生的台湾女演员 因神似桂伦美而备受瞩目 她早在2007年就凭借电视剧 恶作剧之吻 踏入演艺圈 并在林俊杰的歌曲 《爱笑的眼睛》 MV中担任女主角 据悉 黄子角与孟耿如的缘分始于她主持的电影 世界第一卖方 记者会 两人经过深入交流 发现彼此有着诸多共同爱好 很快便发展成为了恋人 虽然黄子角一度担心恋情 见光死 但媒体仍然捕捉到了他们的甜蜜瞬间 2014年3月 黄子角默认了新女友孟耿如的存在 孟耿如也大方承认了这段恋情 并表示自己偏爱年纪大的人 值得一提的事 孟耿如的母亲 对这位年长的女婿并无嫌隙 给予了他们充分的祝福 然而 随着黄子角的丑闻曝光 孟耿如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她选择勇敢地站在丈夫身边 共同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批评 她坦言 这段婚姻是她自己的选择 她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这种坦然面对的态度 展现了她的坚韧和勇气 然而 台湾心理师罗慧群却指出 孟耿如作为公众人物 她的言行可能涉及到夫妻间 以及亲子间的复杂关系 需要专业人员的协助来处理 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和攻击 孟耿如选择了关闭社交评论区 以避免更多的纷扰 但网友们对她的关注和讨论 并未停止 许多人在她的社交平台上留言 劝她离婚 然而 孟耿如似乎并未被这些言论所动摇 她坚定地表示 会承担自己的选择 尽全力陪伴和付出 但后续的台媒爆料 却让人对她的选择 产生了更多的质疑 黄子角在亲生出院后的短时间内 仍有购买影片的记录 这一行为 让她的品行和道德底线备受质疑 网友们对孟耿如的选择 感到不解 甚至有人怀疑她 是否也是受害者 或患有某种心理疾病 面对这些质疑和猜测 孟耿如依然坚守自己的选择 但她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 或许只有她自己 才能真正明了 在这期间 黄子角与两位前女友的 世纪大和解 成为了娱乐圈的一大看点 时光荏苒 当2015年1月到来时 黄子角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她为了支持Celina的新专辑宣传 参加了小S主持的知名综艺节目 康熙来了 这一刻 两人分手后的首次同台 仿佛将时光倒流 回到了那段青涩而激烈的过去 节目一开始 小S看似镇定自若 但当她背对黄子角时 泪水却不受控制的滑落 她迅速失去泪水 解释说自己并非因为难过而哭 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交织与感慨 蔡康永作为节目的主持人 深知其中的微妙 她先是与黄子角热情的拥抱 随后轻声邀请小S转身 小S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情绪 然后缓缓转身 面对着黄子角 大芳蒂打招呼道 你好你好 她主动伸出手 与黄子角紧紧向握 这一刻 全场观众为之动容 掌声雷动 随着节目的深入 两人开始回忆当年的感情经历 一向以强势形象诗人的小S 难得地展现出柔情的一面 她坦诚地说 当年我和大S公开骂你劈腿 现在我要向你道歉 听到这话 黄子角的眼眶瞬间湿润 泪水夺眶而出 她哽咽着说 这不是比赛 没有关系 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 众人也被这真挚的情感所打动 纷纷泪目 而在颁奖里的另一个环节 担任颁奖嘉宾的小S 则将黄子角和曾宝仪请上了台 这一刻 三人同台 仿佛为过去的恩怨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小S说 新年新希望 敌人越来越少 而蔡康永则拿起相机 为他们拍下了这难得的合影 留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不过现在黄子角最正曝光 前途尽毁 不知道她的前女友们 如今会是什么想法呢